电机上的三条线怎么接电容怎么接电源线呢 现在很多电机上面都有电机 这当它坏了以后呢 我们买过来个新电机 发现颜色和原来的不一样 那么怎么把这个电容给它接上 还有把这个电源线给它接上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 首先呢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弯表 先把这弯表我们给它打到欧姆档位 然后呢分别测量下这三个线头 就能知道哪个接电容哪个接电源线了 把这三个线头的任意 我们给它测量一下 你看三条线分成三组测量 你看这是72欧 然后呢再来测这两条 36欧 然后接着再来测这两条 也是36欧 找出组织最大的 组织最大的两条线 就是这两条 72欧 这两条最大的组织这两条线 就是接电容的 我们把这两条线给它接在电容上面 这电容它是无级性电容 不分正负级 随便往上接就行 我们看 先把电容接上了以后 然后呢剩下这条线 就是接282的电源线 我们把这个282的电源线给它接上 然后呢剩下电源线 这条线接到哪呢 我们还用弯表再来测量一下 再找一下这条黄色的线 和这两条线 看一下哪个组织最大 36欧 这个也是36欧 说明这两个组织 对于它来说组织都是一样大的 我们应该把这条电源线 接在组织最大的这条线上面 但是它们两个组织都一样大 一样大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条线任意随便接上一条就行了 假如我们把它接在这条紫色的线上面 这个电机是顺时针转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把它拆下来 再接到这条红色的线上面 那么这电机就会变成逆时针转 现在呢我们把它先接到红色的上面 先通电测试一下 你看这个电机 现在呢是逆时针转 你看逆时针转 那么我们把这条蓝色的线 给它再接到这条紫色的线上面 我们看一下 它就会变成顺时针转了 我们接着再来看 仔细抄 你看 现在呢就是顺时针 是吧 这个呢就是电机上面三条线 如何接电容和电源线的方法 把它分享给你 感谢大家观看